现在把温度调到350度 启动加热 我们做一个实验 看看铝机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这是一个开源的加热台 作者给它的命名是ECO PT3.0 加热板有5x5厘米和3x3厘米两个规格 我注意到它的加热板用的是铝机板作为材料 这个加热台是在立创开源上面的一个项目 想要找到作者和项目文件注意看我的屏幕 你要是懒得自己焊接的话 也可以去拿一个成品回来自己刷一个固件就可以用 最新固件文件还有刷固件的步骤 在立创开源都有详细说明 这个加热台用的是STC8H系列的单片机 所以我们直接用STC的下载工具 就可以下载固件 上面标注了5个步骤 直接照着做 顺便提一句 加热创又在搞工艺免费升级 把别人的高配当作标配来免费送 你看 我现在选32层板 只要是6层以上 默认的主焊覆盖直接升级成了过孔塞树纸 并且电镀盖帽 默认的喷度也直接升级成了2M的沉浸工艺 这要是给BGA做盘中孔散出 能节约不少成本 用盘中孔工艺能减轻很多设计压力 而2M的沉浸还能增加裸露夫同的载流能力 我还听说能在PCB上免费打印二维码 而且还能关联一个自己可以修改的网页 最新固件下载完以后需要输入激活码 它的具体功能 还有操作方式 以及它的原理图 还有BOM表你在开源文档都可以找到 我们这个视频主要去看看它的实物 还有加热性能 还有大家最关心的用铝基板做加热体 它能承受最大的极限温度 这是陶瓷的绝热管 铝基板上面这些弯弯曲曲的走线就是加热丝 这种弯折走线的方法叫什么名字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它这个温度检测和加热体供电是通过四个铜柱来传递的 挺好 没有外外的飞线 然后 这是它的主控芯片 STC的8H系列单片机 总体设计还是挺紧凑的 外壳是用3D打印的 我觉得下层版和上层版的连接还是需要改进 因为拆开以后我一度没办法分辨哪边是正哪边是反 作者说它的工作温度最好是在100-240度 短时间可以工作在300度 所以你用6337的焊锡在这个温度范围是可以正常焊接的 把温度设定在240度 我们试一下用多长时间把6337的焊锡给化掉 启动加热 它的升温速度之所以这么快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铝基板的热容量比较小 现在把温度调到350度 我们做一个实验看看铝基板在超过300度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启动加热 刚才用350度烧了5分钟 白色的铝基板烧成了黑色 然后中间温度传感器的胶水也给烧坏了 还有这里面的主焊层也给烧没了 所以用铝基板做加热台 对付中低温锡问题不大 但是对付高温锡的话 它的寿命可能就有点不够用了 好了我是鸡电匠 我们下期见